那时候就是二十几岁三十岁 会觉得那这个离我很远啊 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一定会到总经理啊 那做总经理可能也不一定是 我想要达到的一个人生目标嘛 但是我很想要在我的领域深耕 或是我想要找到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领域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开始找这些人物来做专访 然后希望把他们的经验再学给更多人 嗨 欢迎收听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这是一个集结女力和支持女力梦想的访谈频道 我是节目主持人 Anne 今天的女力代表专访我们邀请到 台湾首创职场女子风格制 Between Ghost的创办人Grace 今天我和Grace除了聊创立和经营Between Ghost过程中的努力付出和勇敢坚持的女力故事之外 还聊到她是如何在大学时不知不觉之中 将兴趣热情努力坚持三者结合之下 让我们能够看见今天多才斜杠又身兼Between Ghost创办人的Grace 而一路走来Grace也都秉持着她的女力精神 一直在鼓励我们读者 有时候不是旁边的人给你限制 是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 这就会很可惜 让你的不甘平凡化作实践 会跟她共勉之 就我相信大家在这个时代都 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然后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就赶快付出实践 她才有实现的一天 不知道听完Grace分享这一句的你 有没有和我同样深刻的感触 而我也相信不只是今天的女力代表Grace 过去上过节目的女力代表们 都是秉持着这样不甘平凡 而且为她们的目标实际付出努力和行动 让我们能够看见今天勇敢活出自己的女力代表 好啦 那我们赶快来听听Grace的女力故事吧 今天非常荣幸 Girl Power Talks女力新生邀请到 Between Girls的Grace 嗨 大家好 我是Grace 那时候就先从你们的脸书开始看 然后就看到你们怎么样经营这个社团 而且我一进去看就有那种 怎么讲 就已经有一个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你们品牌 BI的色系 就有这种亲切感 可能是我们选过的人也都满感觉是满亲切的 那也有可能 不然就是Grace本身就非常的亲切 谢谢 对啊 那我们现在好 我这样不知道正在收听的各位 有没有听过Between Girls 但我会把她们相关的资讯 贴在我们节目的连结中 你去看她们的 不管是脸书的粉专 还是Instagram 就可以体会到我刚刚所形容的感受是什么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 我们就要回溯Between Girls开始之前 然后Grace 自己的故事跟什么原因 让你想要打造一个这样提供给职场女性的一个 社群 对 社群 那我们回到学生时期 当时你是就读什么学校 然后主修什么科系 我是政大俄文系 政大俄文系 等一下 天哪 那你当时选择修俄文系是想说要到俄罗斯 当然是没有啊 你知道台湾的教育就是 譬如说选校不选器 然后可能先就念书 然后你的专业跟你的兴趣将来就会找到了 大概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个概念 好像分数考到大概政大这边语文的感觉 对 就先去 天哪 后来就发现其实用不到 当时准备毕业前你有没有想过说 毕业之后你有没有因为毕业后要做什么的焦虑 或是怎么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 有那时候其实蛮焦虑 应该是说我的焦虑来很早就来了 就其实高中说我念北一女 然后就大家都很优秀 就是觉得身边的人就这么强 然后就会觉得他们都随便不用念书就可以 考得很好 因为觉得他们很强啊 所以就觉得那我不要跟他们在这个地方去做那个竞争好了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高中就参加蛮多课外活动 然后其实大学期也是我就热武社 所以说真的啊 我们不断好意思对我老师 其实就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蛮多时间都花在社团 然后蛮少花在课堂上这样子 对所以就但是现在想一想也蛮感恩自己那时的时间 跟心理投注一件事那件事是跳舞 所以我到后来就一路有教课嘛 然后有舞团 然后有持续一直到现在其实我都还是固定在跳舞跟教课 哇 对所以他就变成我另外一个专业跟兴趣 然后他在我工作很累或是创业很烦的时候 其实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出口 嗯嗯对啊 所以就很感恩自己那时候虽然没有好好念书 但至少有好好地跳舞 嗯嗯这样 哇 然后很迷惘的时候是 的确因为像外文系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也是外文系的 女生蛮多会念语文文组的 其实都会有这个焦虑就是 嗯好像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又什么都不够专业差别人一点的感觉 嗯嗯 然后出来也觉得薪水好像就是22k 嗯 或是什么这样子慢慢开始累积 会觉得很焦躁 但那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就比较会觉得 跟他共处 然后反正赶快开始做事就对了 嗯 所以就赶快先进去找了一份工作 我们那时候先进零售业 哦你是先进零售业 嗯嗯 直接做 有职缺业 那个时候就是他说 嗯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后来就去当行销 嗯 就一路在行销林域打滚到现在 哇 对啊 所以那时候也完全真的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 主修二文系 结果后面 其实都在行销业走跳 对啊 但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是看着妈妈的关系 嗯 所以可能会觉得哎 那件事也许也没那么陌生啦 嗯 就会听妈妈讲一些工作的事 嗯 了解 所以还好一点点的初步的认识 嗯 哇 那是什么原因你当时会决定说 想要出国再去进零售 有缘吗 对 嗯 其实就是 行销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就觉得 哎 其实是真的有兴趣的 嗯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要真的做过 我才知道自己兴趣跟专长是不是在这里 嗯 那表现也还不错 哈哈 然后就也蛮有兴趣的 嗯 所以就想说那好像可以出国去美国看看 因为我待的都美商嘛 嗯 就觉得他们的行销做得很好 嗯 就觉得那我去看看这个世界好了 嗯 那你这样自己修了做事之后 嗯 你觉得对你专业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 嗯 其实 好像蛮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的回答都是 其实说真的你要念书在哪里都可以念 嗯 然后现在其实网路资讯也蛮发达 对 你要免费的 或是有很多资源可以用 嗯 但我觉得我很感恩选纽约这个城市 是因为纽约这个城市很不一样 然后很多元 嗯 然后很多世界发生的事都是从那边开始 嗯 像我那时候就多年前 大概是social media是非常兴盛 对 刚起来很兴盛的时候我人在那边 嗯 就会第一手接收到譬如说Twitter啊Facebook 嗯 Instagram这些 呃事情正在发生 嗯 然后新创界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 嗯 就觉得 学到很多 然后看到很多 比较世界的事业这样 嗯 而且也感觉走在最前端 对 因为当时的环境让你能够走在最前端 对 然后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mindset 嗯 在那边就是好像你可以achieve anything 哦 就那个 对 American dream 之类的 他们像老师他们就会说 其实 有一件事很重要是那个can do spirit 嗯 就是他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你去做它就有可能发生 但你如果没做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嗯 就我觉得那个时候是 我觉得我会创业有部分也是出国的一个体悟 当时有萌芽这个 对 给了自己一个这个勇气 嗯 因为看身边的人 每个每个都好有自信的在往前冲 嗯 然后往自己的方向去 就觉得我自己应该也可以吧 我也没输他们 嗯 相信正在收听的各位有听到一开始 我对主修俄文系的Grace有多么的惊讶 但他确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让我们看见花了四年在研读或学的专业 其实完全不能够决定未来走入职场 或是职崖上想要走的方向的限制 而更有趣的是Grace结合了她的兴趣 热情和努力坚持之下 过程中所有点点滴滴的累积 让她能够成为 身兼舞蹈老师 行销顾问 制片编导 和Between Girls创办人 这样的斜杠才女 我觉得这个如果回到最一开始 嗯 可能是跳舞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那时候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大家下班 不是下班就是去跟朋友聚会啊 嗯 上KTV啊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 有个学姐找我去教课了 哦 然后那时候其实时薪非常非常低欸 一堂课250块 然后重点是 教跳舞 教跳舞 而且是都去跑一些很偏远的地方 譬如说淡水巴黎啊 哦天哪 然后关度啊 就是一些很远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其实光 坐车来回家 就是差不多三小时 对 那三小时 然后只能转一个小时 然后只能转一个小时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去那边坐公车 可是小时候真的也没想那么多 就是喜欢的事情 对 所以你就去做 对好像是这样子 嗯 然后到长大一点 呃 进社会之后 对 就也是 那时候其实我们舞团在练舞的时候 也是因为大家是上班族的 所以我们练舞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以后 所以我们很 对很常是练到半夜隔天再去上班的 天哪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坚持下去 就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喜欢 其实真的很难 天哪 我觉得完全是欸 真的你没那么喜欢的话 你说做一件事情 早就放弃了 真的 就像你要我现在去 去写扣号 可能第二天就放弃 天哪 对啊 所以就是 有些人会 而且我们那时候 就是练舞有时候 还是在湖啊 然后吹风淋雨 在地上打滚什么 因为也不觉得苦啊 但是现在我就刚才想说 小时候真的很胡闹 就那么地方稀稀的 就觉得傻了吗 为什么 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这个经验 就当你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你发现你忘记时间 所以怎么已经现在天黑了 真的 然后觉得很开心 我大概总结可能三大块 第一块就是跳舞 这件事一直都有在做 第二件事就比较专业领域是 行销这件事 也是因为一直在做 然后第三块其实是延伸出来 有点是拍片广告 这件事情 其实是跟我跳舞跟行销 我觉得是刚好 衍生出来的一个专业 对 两个的交集 那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有好朋友在念电影 然后跟他们就走得蛮近的 然后有时候会被抓去帮忙 不管是演戏或是支援幕后 所以目前幕后在大学开始 就慢慢有在接触 然后又因为跳舞的关系 之前拍了一些MV 或是帮一些歌手 当那个backup dancer 什么的 所以就有这种舞台 跟拍摄影片的经验 所以就会慢慢看看 就会从幕前幕后自己都参与之后 好像就可以对拍片这件事情 也比较有概念 所以后来执行 实际执行起来也不会觉得那么困难 就是从以前的一些小东西串起来的 对 所以有点像是我从跳舞跟行销 延伸出广告 制片这一块 制片对 就都一起做 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 鞋刚有点是大家 这个时代趋势有点不得不 因为 嗯 怎么说 好 我先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东西 就是其实客户的 以广告业来说 其实大部分客户的预算是在缩减的 所以当他以前拍一支片可能是 可以上百万 然后现在可能只剩很少 钱的时候 那以前的组织可以用 可能三十个人五十个人帮你拍一支片 嗯 但现在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我可能就要缩到五个人 就把这支片拍完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团队里面 譬如说摄影就直接是剪辑师 嗯 然后像我自己可能有时候 有时候导演 然后有时候在剪制片 有时候服装造型也自己做 之类的 就是 就会变成这些东西 如果是你你会的 就要全部都能 你就兼着做吧 哈哈哈 你兼着做之后 慢慢也是累积累积啦 你就会再有更多的 经验跟想法 嗯 这样 哇 慢慢也伸出来 我觉得太厉害了 你觉得今天 斜杠这个词最大的迷失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前一阵子 真的有点这个词 被讲到有点烂的 就是每一个媒体 每一个人 什么商周啊 都在讲 对对对 那呃 呃 其实这个概念 算是新的 但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就因为多元的兴趣 所以开始这件事情 对 那现在我觉得 很多人会说 特别为了要斜杠去斜杠 然后可能 可能 Uber司机啦 嗯 或是 呃 送货啦 或是 在下半时间打第二份工 可能就会说自己是斜杠 嗯 嗯 那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嗯 嗯 对 我会觉得它 它应该是要从你的兴趣 跟专业出发 去衍生出 呃 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嗯 嗯 嗯 这样 那慢慢这件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它要坚持跟累积 对 因为如果你只是刚 刚开始这件事情 你就又说 这是我另外一条斜杠 嗯 嗯 但其实你还没有累积足够的 专业在里面 嗯 嗯 也会让 人家觉得好像只是一个 第二个 就是一个兼须 兴趣而已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同时要是你的兴趣跟 很专业 嗯 嗯 那如果现在我们有听众 他其实也很想要 因为我觉得是有很大量的媒体 嗯 嗯 就会开始塑造说 欸 成功的人士 就是 好像应该要这样 对 所以变成大家都会想要 想尽办法 哦 好 如果我想要成功 那我就要想办法去斜杠 嗯 嗯 那你觉得现在 如果我们有在收听的听众 他也想要 让自己能够 从他自己的兴趣去衍生 然后甚至到后面 变精进成他的专业 你会建议他怎么样开始 然后怎么样持续 我觉得第一步是找到兴趣 嗯 因为我发现 我们这边蛮多读者也会有 一样的问题 嗯 就是他好像想要斜杠 或是想要发展自己的第二专长 对 或其他的领域 嗯 但是他会说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 嗯 对 我会会建议他们说往回看 就是你的 你小时候嗯 你学生时期 你又没有做什么事情 是你很开心的 嗯 如果你都没有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现在的工作 嗯 有没有拆分下来 有哪些事情是 你觉得做起来是 相较不讨厌的 嗯 譬如说你现在工作里面 可能有收发email 可能有要跟很多人沟通 对 然后可能有要 呃 制作一些表格 或是整理一些数据 嗯 就其实在你的 你的工作内容里面 都可以拆分成不同的细项 对 那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很讨厌的 哪些东西是你很喜欢的 嗯 譬如说你如果突然发现 你其实在做整理这些数据的时候 你突然有一种很心安的感觉 嗯 那其实也许这是你 你就是理性分析跟数据这一块 对 可能是你可以接下来继续发展的事情 嗯 对啊 那或是有些人是小时候 嗯 很喜欢音乐 嗯 然后后来因为课业断掉了 对 然后后来就忘记了 嗯 很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就为了工作或是生活很忙 对 就忘记这件事 对 那其实你如果想起来了 嗯 就好好地想你小时候什么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很开心 哦 然后这时候你其实就会想到他 然后想到他之后就 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 就去做一些想 你会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相关的事情 你从中得到快乐 真的 我觉得你刚讲的那个方式非常好 就是如果真的你想不到 你小时候喜欢什么 我觉得从你现在的工作去评估说 诶 就像你说你是数据分析类比较有兴趣 还是跟人沟通 或者你很喜欢沟通 嗯 好 这个希望我们的听众 今天有 小笔记 第一个收获 嗯 你在过程中 有没有迟疑过说 诶 这个真的是我 想要一直持续做的事情吗 其实有 因为台湾的薪水很低 哈哈哈 薪销领域的薪水很低 但是因为工作内容本身是 有趣的啦 嗯 因为我们这边也蛮多读者是 很多不同领域 然后对薪销有兴趣想要进来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 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忙 然后都在做一些杂事 嗯 但当你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又蛮有拯救感 嗯 这种很烦的的感觉 嗯 然后台湾又对行销其实相对不是那么重视嘛 对 因为觉得好像你是花钱的嘛 对 然后谢谢文案嘛 谁不会嘛 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会觉得如果我 可以另外接个案子 嗯 然后或是我自己进一家公司 嗯 我可以把行销的价值做得更大 嗯 因为我觉得 其实像现在我也会把自己认定为一个 我就是行销背景的CEO 就是我不会写code 但是我觉得行销很重要啊 是 对所以就会 我觉得不管大家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他都有一定有他的价值 嗯 他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那也有一定有好的地方 嗯 然后如果可以找到你自己才的稳 跟你喜欢的那个立足点的话 嗯 就去把他的价值再放到更大 走入职场后 从零售业开始接触行销工作 到飞到美国纽约在研修行销硕士 最后回到台湾 直接走入广告行销产业的Grace 看见了自己在行销的长处 也得到了身边同事的肯定 与Grace不甘平凡的努力精神 Between Goals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嗯 我因为在纽约那边有一些实习 是都在新创网络的经验 嗯 所以我回来就对social media 跟对网络的新创界 就变得很有兴趣 嗯 所以我回来 因为我之前都在零售业嘛 对 那我回来就直接转网络跟广告业 嗯 这样所以我带过 呃 后来又有两份工作 一份是那个广告公司 一份是新创业 嗯 然后后来是累积了一阵子之后 嗯 那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 开始会有一些行销的问题 会来问我 因为知道说 哎你留学的吗 然后有一些工作经验 好像累积蛮多 就会来问我 然后我在他们公司有一些小专案 嗯 就会想说来pass给我做 哦 所以其实我是从freelance 嗯 开始的 就开始有一些案子 呃 先帮忙执行 嗯 可能有一些是social media的案子 嗯 然后有些是拍摄广告影片的案子 嗯 就慢慢累积 然后后来才朋友 呃 有一个idea说 哎我们三个 那时候有三个人 嗯 然后就说那我们 呃一起来做点什么吧 嗯 所以才有现在的between goals 你说有跟另外两个好朋友 所以你们三个人一起 对 创between goals 对 是什么动机 让你们三个想要打造这样子的社群 其实我们因为都是上班的女生 嗯 大家有这个共同的特质 对 然后跟我们自己的求学经验里面 发现台湾的学校跟职场之间的那个gap 有一点大 嗯 就有点像我自己嘛 因为我自己从俄文系毕业之后 嗯 嗯 文组的人在这个职场上就是在漂流 就不知道要何去何从 然后那时候对职场认识很低 对 我只能从我爸妈身上看到 对 职场很小很小的一个面貌 然后我不知道科技业跟电子业 跟什么又什么不一样 嗯 广告业在干嘛 新闻业媒体业在干嘛 对 就完全不知道 然后各个业务在干嘛 我可能也不知道 嗯 对 就会太少了 对 这资讯太少了 对 所以才觉得我希望可以在学校跟职场之间 打起一个桥梁 嗯 然后希望大家在 像between goals他的意思是 呃在移动之间转换之间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不管是学校进职场 或是工作跟工作 或是各种生活阶段之间 对 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找到 动力跟实际的做法 嗯 对所以才 在慢慢慢慢加入很多不同的元素 嗯 然后变成现在的between goals 哇 最终的目标都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 职场上遇到的问题 嗯 哇 我觉得超棒的 很喜欢 希望可以真的帮到大家 嗯 我相信 今天光是这一集专放 就已经帮到许多女力的听众了 希望 希望 你觉得between goals 他在行销这一块 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除了行销 还有提供给你们的读者 这两者去 嗯嗯嗯 分享的话 从day one 嗯嗯 我们就蛮清楚定义我们的品牌 跟我们的行销是希望走 呃素人分享 嗯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身边所有的女生 我觉得跟girl power talks 可能有点像 对 那就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里面 都有精彩的内容 对 都有大家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嗯 对 那我们其实那时候 其实四年多以前了 就看到台湾的 呃这种比较职场的媒体类的 嗯嗯 其实很多他们都在分享的是 呃某某总经理啊 嗯嗯 又做了什么大事这样子 对 但是其实我们 那时候就是二十几岁三十岁 会觉得那这个 呃离我很远啊 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一定会到总经理啊 那做总经理可能也不一定是 我想要达到的一个人生目标嘛 嗯 但是我很想要在我的领域生根 或是我想要找到我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领域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呃有找这些人物来做专访 嗯 然后希望把他们的经验再share给更多人 嗯 知道 那再来就是我们提供的是一些知识 职场的知识 但是我们不想要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 告诉你要怎么做 了解 嗯 嗯 我们希望是这些学姐们真的是透过实际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嗯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相信透过经验的学习是最直接的 对 比起学一些理论啊 课程啊 所以这些经验都很宝贵 就后来我们其实开一些工作坊啊 嗯 或是课程 我们都非常注重实物实作 对 就我们一定会把经验融入实作 放进来 嗯 绝对不会是只有上课的那个形式 嗯 对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例子 就俄文系 逼大学毕业 然后结果接着就 一直金钻在行销这一块 嗯嗯嗯 就就是对啊 行迹去做 对 实作型的 哇 天哪 我觉得超棒 而且我有发了到 无印良品合作的案子 嗯嗯嗯嗯 你那真的 穿搭白衬衫穿搭 对 已经完全给我个冲门 欸我好像可以去买一件 是不是 有成功 是不是 超成功 对 而且还七天喔 对对对 还有最后一个还有耍费 连耍费都可以穿 超厉害的 因为我同时就说 我看到第四天就想说 你怎么还有 对啊 真的 我是看到第七天 连耍费都可以 这个太厉害了 超级无理佩服的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是 你现在这样子回想过来 Between Goals 已经做了四年多 嗯嗯 你过程中 让你最有成就感的经验 分享一个 我觉得这是读者的回馈欸 哦 就是不管是他们 有时候 因为我们在社群上面 有跟大家互动嘛 对 所以他们不管是 Instagram Facebook的讯息 给我们说 呃 这些内容真的有实际 帮助到他们 或是他们也有分享说 他们刚好在低潮的时候 认识我们 嗯 嗯 然后有一些文章真的带给他们力量 嗯 可以继续往前 就这些东西就会觉得 就我们好像 没什么资格喊累 我们就继续吧 哈哈哈哈 的感觉 就是感觉到你们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对啊 而且需要坚持下去 以及像那些工作坊的问卷收回来 很多也说 真的有帮 哦 上次我们有开一门那个提案课 嗯 然后就有一个督子他就说 我上了你们提案课之后 我成功跟主管 争取到加薪 我就非常替他们开心啊 嗯 就真的觉得真的帮到他们 嗯 而不是 我们也不想流于心灵鸡汤类的 对 我一直都给自己的期许是 我希望我们的内容都很扎实实用 然后 大家真的可以应用在职场上面 嗯 这是最棒的 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超级无敌 实用又 又有 我觉得又有娱乐性质 可能我今年有做的吧 我觉得实用很重要 真的 超级 超棒的 四年过去了 你现在回过头 你会想要对第一年 开始的你 什么鼓励 或是一句话 就继续做 继续做 坚持下去 加油 就只给自己一个加油 哈哈哈 对 因为那个时候 好像也还好 因为第一年 通常大家如果创业就知道 第一年都还在很拼很拼 对 然后就是也不太管其他事情 也不会看那么多 想那么多 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 可能也不能再多做什么了 就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 就是一直拼 一直拼 一直拼就对了 就加油吧 嗯 哈哈哈 我觉得很棒 哈哈哈 已经四年了耶 对 当你在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哈哈哈 真的 四年了耶 超级 你现在这样子 回想过来这四年来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 就是再更验证坚持这件事情 嗯 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很多 就是那种可能久久见一次的 就说欸我觉得别人够最近做得很好耶 身边越来越多朋友看到 跟内容越来越丰富什么的 嗯 那时候我心里其实会有一点 心虚 就会觉得其实我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做好 嗯 不够好 或是其实我遇到蛮多的问题 对 但这些问题是呃外面的人 甚至是朋友 可能平常聚会也不会特别讲 因为就聚会就大家开心 就好不要讲这些 对对对对 对啊 就是比较 比较你知道负面一点的事情 对 所以就会觉得 如果我们现在 大家如果有看到一点点成绩的话 其实那个都是 就是后面我们团队一起努力 然后跟坚持下来的 动力 结果 对啊 所以 学到对大家应该就是 不管 那个PV有多少 不管你的观看数有多少 继续努力 坚持的做下去吧 是 我觉得你超棒的欸 好 哈哈 一路走来四年多的时间 过程中和Between Goals团队经历的 辛深苦辣 都是他们踏踏实实 一步一脚印的成长 紧接着我将和Grace聊掉 这四年来 她发现自己内心的成长 和一路走来 她都秉持着 什么样的 努力精神 一个当然是那个钱嘛很现实 对 就是你要怎么 因为现在有团队 那也不是说养活我自己就好了 养活团队 所以 你现在要团队 你现在带多少人 现在我们五个人 家乐 对 就是你可能要想的是每个月 就是一定有固定的支出 所以你一定现金流要够 对 有时候也不是 因为客户有时候付钱付的很慢嘛 但是现金也很重要 就会是 这两年其实蛮深刻的体悟 所以 对像钱这件事也不太会跟 同事分享 对 因为不想让他们觉得不安嘛 对 所以钱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 当你感觉到自己非常缓慢 或是甚至觉得没有在进步的时候 那个焦虑感 其实比所有事情都来得大 所以像我 也会觉得大家都会说 欸你做了四年多好 好厉害喔 然后我就会觉得 可是我也没有做到很大 我根本就觉得自己 还小小的 嗯 怎么会 因为其实很多 又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认识蛮多身边创业的朋友 对 就觉得他们充好快喔 嗯 嗯 然后可能他们才一年就做到什么样子了 对 然后 就木到天使了 嗯 然后又什么的 当然就是大家阶段不太一样 对 或者是 嗯 可能 进步得很慢 手机不能有网络 嗯嗯嗯 他说那个还蛮有 还蛮有 所以类似 类似的概念 我的 我的那个目的 当然是希望 那个Beautant Girls的方向可以在 因为我今年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嗯嗯 想要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服务 嗯 那在那 这东西推出之前就要 很多事情要思考过 嗯嗯 要确定下来 对 所以因为现在日常工作就会 每天可能会有客户要找我啊 然后同时也会有 每天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要确认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会变得时间很零散 对 那这种比较大的思考问题的 嗯 的需求 就不 就每天 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但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 告诉自己自己没有时间太久了 了解 所以就自己create这个时间 哦 这个zone出来 嗯哼 我觉得这样很棒耶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 就是我要做一个重大决定之前 我要空出一个时间了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这样 我是被逼着 因为我发现我就是在公司 跟在家里都没有办法 嗯 所以我才觉得我需要自己一个 完全陌生的空间 对 所以我就想要去Airbnb上面 我最近在找 哈哈哈哈 我是真的 最近在找一个空间 然后想要把自己就 关在那个陌生的地方 嗯 就自己一个人 然后耍自闭 哈哈哈哈 耍自闭 好然后也许你摸索摸索 结果 叮一声 然后 大家期待好不好 非常期待 不是你只要把这个讲出来 大家就自己也没退路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策略其实也不错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们到时候就是可能 过几个月之后 Girl Power Talk 就来跟Grace沿路 欸你们的 最近怎么样review我 对有没有 对就说 欸那个上次我们聊到的活动 推行了吗 我们要来跟我们 不就我需要 好的请大家鞭策我 哈哈 没问题 我会做到这个工作 好的好的谢谢 今天我们在这样世代的女性 嗯 你觉得要 有什么样 哪一个关键的门槛跨过了 你觉得 我们就可以活得 更自我 活得更快乐 相信自己 嗯 我觉得大家普遍 没有跨出去是缺乏自信 嗯 嗯 但 这件事我也是一直在鼓励 我们读者 嗯 有时候 不是旁边的人给你限制 对 是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 嗯 嗯 这就会很可惜 嗯 所以我相信你的节目也是 也是希望 大概给大家这个 跨出去的勇气 对 对就其实 我们Biton Cause也是 嗯 就希望透过这些很多 经验跟这些人物 他们其实当初也是 跨了一个小小的一步 对 像我也是开始经营这个媒体 嗯 开始经营一些内容 也是从可能每天一篇 开始累积 对 那可是这个东西在一个礼拜 在一个月 三个月其实看不出来 效益的 对 嗯 它可能累积到三年的时候 嗯 你会突然发现 欸其实你走了很远 嗯 它也慢慢的有影响力 嗯 可能就是这个自信跟坚持的 动力 对对对 可是会想要鼓励大家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心急 因为我发现我会很心急 嗯 然后我其实有 很难免 对真的 因为就像我有看到 好像是Simon 我忘了他的 嗯 Cynic 对对Cynic 然后他就有说 为什么我们千禧年代的人 嗯 会这么的心急 因为我们活在 因为我们的社交媒体 对 15秒而已 对 就像Netflix 你要看什么 以前我们看剧要等 耐心等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欸 然后才可以看下一集 现在没有 现在就Next 他是直接 而且太进步 而且我还可以5 那个1.5倍速 蛤你用1.5倍速 没有啦不是我 我是说现在YouTube也有这功能 对啊 就是你如果嫌这个人讲话太慢 你还要跳快 真的啊 我连自己听Podcast我也会 用一点 真的 哎呀这没有这个我没有要听 我快转 真的 对啊 没有耐心 真的 所以我我其实我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 嗯 不要心急 就是你就是慢慢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的走 对 就像你刚刚说 我们做一件事情 像你说做经营媒体 嗯嗯嗯嗯 这样子一篇一篇慢慢的发 嗯 一个礼拜三个月 而且一开始可能只有20个人看 真的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我刚开始 上我的节目的时候 很多天是零收听 哈哈哈 你会自己play一下就有一个 有我其实会你知道吗 我就会 好逼妈妈害你 哈哈哈 然后还好有我就是 你知道姐妹啊 然后会支持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各位 是不是感恩姐妹 真的 真的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我觉得 女生跟女生之间 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棒 真的 需要大家的帮忙 真的 哈哈哈 那你现在这样子 斜杠 然后又是Between Goals的创办人 你觉得你 拥有什么样的girl power 坚持吧 哈哈哈 坚持的力量 我觉得是 嗯 就有时候就是傻傻的 欸不是傻傻的 就 不会想太多 不会想太多 对不会那么计较 对不会那么计较 当下的利益 或是实际的回馈 嗯 选择忽视那些东西 继续做 我觉得有好有坏啦 对 就是也许我如果个性 不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成长得更快 嗯 但呃 也是这样慢慢 一步一步走过来 对 对我可能是其中一种 类型的代表 嗯哼 对 我觉得就像 有一个概念说 每个人有不同的时区 对对对 我觉得我真心觉得Between Goals 就算你们现在 走的速度没那么快 但我觉得你们跟 读者之间的关系是 一般的 好比你说别的创业 也许做产品销售 嗯 或者是提供服务 我觉得 那个亲密度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对 我看得到的价值是这样 谢谢 加油 好的 会的继续努力 你这样子过程中 有没有 你经常拿来勉励自己的一句话 我之前也蛮常去外面 分享跟演讲 嗯 然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一句话是 请让你的不甘平凡 化作实践 嗯 对 会跟他共勉之 就我相信大家在这个时代 都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对 然后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对 那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嗯 就赶快付出实践 嗯 对 他才有实现的一天 嗯 嗯 我喜欢 因为这完全 这个 我觉得前面 前半这一句 真的是 每个人心里面 就像 一定是有这样的动机 我才会想要开始做这个节目 你也有 你看见的 一个希望能够 做改变 为这个 不管是社会 或者是现在有困扰的 职场上的女性 嗯 你会想要 有这个动机去采取行动 嗯 所以真的 就是你有没有跨出那一步 没错 然后开始 做 然后坚持下去 嗯 没错 喜欢 嗯 超开心的 那最后 我每一个女力代表 都会问的问题是 你现在在女力新生上面 作为我们节目的女力代表 在分享你的故事 那你心目中 有没有一个 这样的女力 其实说真的我没有特定一个对象 对 就是是我的 什么女力代表 嗯 但是其实像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或是我们的受访者 对 或是我每一个社群里面的人 嗯 或是同事 嗯 就其实身边每一个人都有 我是认真的觉得 他们身上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 就像以前就是像你刚讲的 我在求学时代 或是工作之后 其实都遇到很多很多优秀的人 嗯 然后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 他们发光的地方 跟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嗯 但我当然希望 我身上也拥有他们发光的特质 对 所以我会从每一个人身上都 试图的学习一点东西 嗯 那我觉得那个是 蛮实际的 嗯 对 是我觉得这个是 哦 我喜欢 我觉得这个回答 其实还蛮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一般 他问这样的问题 大多数 我目前接触到的 上节目的女力 他们就会很 有一个很明确的角色 那也很好啊 你表示他真的很认同 很喜欢这个角色 对 但我觉得我也 我觉得你这样子给我一个 哦 就是 有这样子的思维 我觉得很不一样 OK 对 可能是我真的相信 真人 嗯 的力量吧 是 所以这为什么Beat and Ghosts 会是这样的存在 嗯 是 就是大家 就相信你身边的好朋友 嗯 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 绝对有 嗯 好 耶 超开心的 其实说真的 我今天跟Grace聊 我自己都收获非常多 谢谢 我也希望我们女艺的听众 有和我一样的感触 那 如果我们的听众 听了Grace的故事 对 Between Ghosts 已经有了 嗯 已经充满 很有感觉 然后我想要更加认识Grace的 你打造的这个baby 嗯 他们可以在哪里找到 Between Ghosts 其实我们在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都有 嗯 那像你刚很喜欢的是Instagram嘛 就大家可以到这些社群平台 嗯 上面找我们 Between Ghosts 就是B-E-T-W-E-N-G-O-S 好 OK 大家follow我们 耶 記得一定要去follow 耶 Youtube也很多内容 对对对 上班下班都有 真的 記得去follow 然后也许你会在其中一个YouTube里面看到我 没错 欸你来上我们节目 超好玩的 太好了 我真的要就是 我那一天这样参与你们这样子的活动录制工作 一天下来 我能感受到你们团队的整个气氛 然后就很 对就感觉就很棒 真的吗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因为就我看到你怎么样跟摄影师直接沟通你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他怎么样应对 你要求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还有就是会自动自发说 欸好这边要做什么他们会写小板子 要提醒那个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就是整个团队 就很有默契 就我有发现这一些 对 偷偷观察 对 然后就觉得喔你们好棒喔 太好了 对我是真的觉得我团队都很棒 很谢谢他们 好 我们一起住Between Ghost 2020年 越来越好 对 越来越好 不是只是2020年 接下来都越来越好 谢谢 耶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Between Ghost to Grace 来到Girl Power Talks 你立行山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希望正在收听的你 和我一样被Grace的故事深深的感动到 而且听完和我一样充满动力 为不甘平凡这样的精神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梦想 勇敢的采取行动 和努力的坚持下去 OK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和各位宣布女力新生将推行的新活动 就是我有话想对女力说 只要在我们节目详情中的连结 署名写下你想要问我们哪一位女力代表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建议 然后赞助我一个铜板50元 来寄出这个女力给你答复的独家定制卡片 千万别害羞 记得可以直接到我们节目详情中的活动连结 署名写下你想要问哪一位女力问题 或是想要问我也非常的欢迎 好紧接着再来和各位分享一篇 Apple Podcast上的留言 标题是好棒好喜欢署名 MartianCC 内容写到听到羊的那集 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Martian在Apple Podcast上帮我们的留言 如果你喜欢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千万别忘记在任何地方分享订阅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和Martian一样给我们打五颗星和留言 写下你喜欢我们节目的地方 或是在IG动态上标注 Girl Power Talks 的账号 让我可以认识你 而更好的 还可以和你的好姐妹们分享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让我们一起分享 女力精神 好啦 那我们下周一 Power Monday 见咯 Bye Bye